Hello 大家好 早幾天介紹了這隻Clone Trooper給大家 這隻Clone Trooper就是Bandai的出品 我忘了跟大家說 其實這隻Clone Trooper是六吋的figure 六吋 今天要介紹另外一個大公司的六吋figure給大家 就是Hasbro的The Black Series 大陸就叫做聲箭黑盒 今天第一個要跟大家開箱的figure 就是死星的衛兵 Death Stars Trooper 那...OK 沒說那麼多 馬上給大家看一下包裝 好了 看到我的盒子 說明是黑盒 我盒子肯定是黑色的 是不是很廢 最上面開始說 這個就是Star Wars Black Series 那...中間呢 就已經看到它的樣子是怎樣了 看到整個figure裡面是怎樣 有它的名字 這裡有一個 側面的圖 這個圖就不是figure的圖 是官方自己做出來的圖 那...這裡照舊也是它的名字 那...這裡呢...寫著它的編號 那...它就是... Black Series的60號 那...後面呢...都是... 都是那幾尾東西 那...最主要呢... 那...這裡呢...有一個英文的介紹 就說這隻... Dead Star Trooper是... 做什麼的 那...下面還有幾個不同的語言 那...什麼語言我就不知道了 好...就是這樣 好...就是這樣 好...那...拿出來就看到了 那...是...有層膠索的 在下面鋪著底 好了...拆開了之後呢 整個figure就是三樣東西的 就不像...SH figure 有很多臨嬸東西 那...手就肯定有不得換的了 因為已經固定了 因為那些材料都不一樣 它是一些...很硬的膠 那...好...說回 那...這個figure呢...有一個...人 那...他的頭盔 那...還有一支槍的 那...說一說他那個人先啦 那...最主要就是看頭雕啦 那...應該是頭啊 那些...相識啊 那...真是...一樽樓 你看... 是不是... 許許如神啊 那...你想想啊...幾十塊 好像這隻figure是七十幾 亞馬遜買 那你七十幾一隻figure有這樣的樣子喔 真的...是吧 想都想不到啦 那...聽說就好像是說 今年是上年開始呢 那他們公司就有了...用了一些新技術 在那些figure上啦 無論現在你買到的 Marvel Legends 和這個黑盒 都是...那些人仔呢 都會用到這個技術的 那所以呢...其實現在... 是...那些haspo那些figure 是真是划算的 那...那... 那麼...如果... 如果你覺得我只能說的話 可以去看一看旁邊的那張圖 那這張圖呢 就是上年的... Death Star Trooper 那你再看看一看她的頭 再看看她現在的頭 你就知道是有幾乎誇張的 那個差別是... 那...那...好 頭髮 頭髮比較頑皮 但我覺得樣子可以 耳朵輪廓也有做出來 可以 講一下頭髮 看看頸部 頸部有點頑皮 你看看 這個位置好像中毒一樣 你看看顏色 它硬是 用油漆塗上去 顏色跟頭顏色不一樣 特別這邊 很明顯好像中毒一樣 可以看到有個關節位 所以它可以動 好了 看看 再看看它的身體 黑色的制服 這裡有個帝角的標誌 在這裡 那麼 手呢 是有個皮的手套 皮手套 這個手腕位有個皮扣 右手也是一樣的 左右手兩邊的手勢不一樣 右手就是一個拿槍的手勢 左手就是這樣一個半額的手勢 對 好了 再看看腰 腰這裡有個腰帶 然後腰帶就扔著一個窗袋 那麼 好 那麼到了腳 腳呢 那麼就是 黑色褲 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麼 鞋 那麼就是黑色的肌褲 還有一隻蚊 還有一隻蚊 你看到嗎 那麼 那麗牌的了 那些標誌呢 腳底也有個洞 讓你可以站在地桌上 那麼這裡有這隻標誌的編號 那麼 最正的位置 China 肯定也是中國製造的 那麼看看它的頭盔 這個頭盔呢 這裡有些洞的 那應該用來透氣吧 我不知道啦 那麼這裡就有個 好像通訊的那些 那些咪口 那麼 這個位置也是有些洞的 那麼 這邊跟旁邊一樣 都是有那些 那些咪口的位置 或者是喇叭位 那麼 它這個呢 就直接是硬膠來的 不要強行弄斷它 不是軟膠 那麼 這個就是它的下巴的托 就是有條 就是等於 就形式上看起來 就好像是 有一條 有條帶一樣扔著這個 這個托 那麼這個就是它的頭盔 好 好了 那這支就是它 FIGURE配的槍 但是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這支槍呢 我心印象 應該是 反抗軍用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支槍原來 死星的士兵都有用 那都是硬一點的膠 但是就可以 就是跟那個 Bandai那些不同 Bandai那些你這樣咬 就絕對會斷的 那它就是 可以 有少少的 動 輕微的擺 沒有問題 還有它這裡又上了色 那所以 看起來是 都可以的 好了 那講完表面的東西 那現在就要講一下它那個人仔 去 動動 即是動得多厲害 那我先講一下頭 那頭 那頭 360度 沒有問題 那就高 低低 OK的 可以的 這樣 這些是那些 平時去做健身堂 拉筋的 那些 是嗎 那 好 這個就是頭 那 手 這樣 360度咬都沒有問題 那這邊也是 都是這樣轉都可以的 那 我覺得買黑盒那些 Figure最棒的就是 你不用好像 你玩 SH Figure 就著來玩 如果你玩BANDAI的Figure 你是要很就著來玩 因為它是 很多關節和件連著 有時候有些是很鬆 或者很容易困著困著 那這些你就 粗玩了 扔在地上就可以了 那麼 手 手腕這裡有個 關節 而且呢 你固定了之後 你固定了一個 手刮 那這個手臂可以這樣咬 對 360度咬 就可以了 這邊的手也是一樣的 那就不多說了 那 好 看對手了 那 手呢 它右手呢 是可以上下輕微地移動的 對了 但是呢 左手呢 是只可以這樣移動的 左手是只可以這樣 上下是不行的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模型是捉緊了的手 左手是動都動不了的 只可以這樣轉 對了 好 那 那 那 然後 到腰吧 腰也是360度 那麼轉都沒問題 那 這樣 輕微地 這樣 向後仰呀 向前 傾呀 都沒問題 那 再說 腳位 那 腳位可以看到呢 是有個 嗯 有個 又是有個 那些三角粒那些造型的 位去連著它們的 那 腳可以這樣 這樣 做不到一字馬的了 那 但是這樣 轉 轉一下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那 因為它本身是 裡面有一個關節 那 然後呢 這個位呢 都是一個 可以這樣 旋轉的關節 那 所以它的腳呢 它的大腿又可以360度旋轉 兩隻腳都是一樣 那 好了 到了膝蓋的關節了 膝蓋的關節是怎樣的 膝蓋的關節呢 膝蓋的關節呢 有兩個 一個是 連著 大腿 一個是 連著腳瓜 這樣呢 可以看到它 可以做到 差不多90度 但是 不是 應該剛剛好做到90度的動作 應該再咬都可以的 但我怕弄到它會有那些白痕 即是裂開那些 所以我就不 用力咬了 兩隻腳都一樣 那 接著就看看它的腳 它的腳 它的腳板 那 它的腳板可以 這樣 這樣咬 這樣 咬 這樣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有個關節插進鞋子裡 對 對 那 這個就是整隻FIGURE的關節可動的情況 好 那現在呢 就要幫它戴回我的頭盔 那 戴頭盔呢 很容易 就是這樣套下去 那 記住這個托位 對準它的下巴就可以了 不斷地用力 弄一弄 那它就會 戴回我的頭盔 這樣就會威風很多 是吧 因為 對 即是廣東人明白的 哈哈 那 好 那這支槍呢 給它 右手拿的 那 右手呢 最好就是這樣 向這些空的位置這樣連 然後這樣插進去 再轉過來 那它的手指 就剛剛好 對著這個 蠻雞的位置 對著 就馬上插進去 是吧 那 那 因為呢 受它的 本身的 出廠的關節的影響 所以其實呢 黑盒可以做的動作呢 是沒有 Bandai的SHFIGURE 做得那麼多 那 來來去都是那些很標誌 很行的動作 那 如果你說想做一些跪地啊 射槍那些就 肯定做不到的了 那 剛剛說過它有個窗袋 那 那這個窗袋呢 你就直接把窗這樣塞進來就可以了 那 很實的 你不用怕 那支槍會掉 那 就是頭盔會有少少鬆 你經常要調整它 如果不是你一塊一塊很容易 就這樣滑開 那總體來說呢 真是 好正啊 這是FIGURE 好了 給它特寫 它打了頭盔之後的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那我現在就隨便放了個姿勢給它啦 那大家可以看看它 整體的感覺是怎樣 好 那現在就做了一個 蚊窗的手勢給它啦 好 那我現在就換了個雙手握槍的姿勢給大家看 那其實它的槍可以穿過它的左手的 好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點讚 以及關注我的頻道 那下次見啦 拜拜